接下來的一套是蒼藍鋼鐵 台譯好像是琵琶的 琵琶? 怎麼譯好像琵琶? 我不知道 但應該是陸戰藍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有些人會覺得這套是否是藍梁的動畫畫 但不好意思 這套應該會在藍梁之前 這個就是魔界抄天童的道理 隨便吧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裡面的角色和人切和你玩的藍梁 為什麼金剛不一樣的樣子 絕對是合理的 因為兩套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而你說因為本身這套動畫畫其實是不跟原著的 一點點吧 它改動很多 因為本身原著其實紋氣是多的 所以其實 我沒有看 這個我也是轉述回我有看的 因為這個我打算是 我自己反而是想看完動畫之後 我才會再看漫畫 但是現在給我的質重感覺就是 它在現在做了四集 裡面其實它是很極力把一些文氣部分減化了 而集中了在海戰戰術方面的表現 嗯 其實是好看的 因為它始終不同 就是我們上次說的Lock Horizon Lock Horizon你會看到它 它也是講戰術的 但是那邊 不清楚 因為其實我原著那裡 我就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樣發展 但是 其實現在看下去 其實我覺得 不知為什麼 岸城義總是要接骨頭來做的 它每次接的那一套都是 要不就原作未完 要不就原作大到沒有朋友的作品 然後它就要那些咧 Effett 所以這次其實 有看過《訪談》 是講過它是想做這個原創的 所以它將很多的東西 它自己重新編排了 嗯 那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這個就是人家跟我講的 它在第二戰 你可以當是 第三、第四集 打這個 《遜靈》那兩部那一戰 其實就應該還有多個藍在這裏 應該叫做有個八瓶在這裏 但是那個藍就是人類那邊的 就是人類整的 就應該不肯定是否沒有的藍隊 所以其實因為我… 但是它動畫版是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也不會說是想看錯漫畫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有影響惡情 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那個戰術效果 因為看漫畫的話就會… 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說頭幾集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知道這套東西的經費 大家都知道有限 其實老實說動畫你用得這個3D做好模式去做 很明顯 很明顯其實你又見到 其實它那些戰艦和強襲魔女那種 那些二型軍其實差不多 其實根本上就是什麼呢 它做完模式之後 那些顏色也免得上 搭幾層類似的好在那裡出來 這樣就搞定了 其實甚至上它不知道在哪裡找個 3D做好模式 我這格就是高雄 這格就是大和 這格就是潛水艇 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就是了 不過老實說 其實有點而… 怎麼說呢 失色的地方 因為始終它用的艦 主要其實都… 即是近期那些軍武熱興班 用的艦艦很多都是二戰艦 但是他們用的包裝都是現代艦 其實我覺得永遠都是一個尷尬的 就是說 我應該是用現代軍備那種口徑排水量去計算 還是用二戰七十年前那種軍備去計算 我永遠都是這個迷的 應該這樣說 它用的方式就是 你敵隊那方面那堆艦艦艦艦 你當它是現代軍備 是打二戰軍備 什麼叫現代軍備又打二戰軍備 即是人類方其實全部 除了主角群的潛水艦 其實全部都是二戰軍備級的東西 所以是完全沒有得打 明白明白 我想已經不是了 因為你看到 武 艦隊礦 mult vaig亂打他在那邊 他要發射吹吹吹吹層會變形 捨Tled rates 我想現代都不會有因為 先生我uff 你們男生的 favorable點 先生真的很難以耶 USB的正常標準 род 就算是你很簡單 先生他写足為多藍戰 TS於是他 並譱有多力klich 是呀 雖然我不是很熟悉藍戰 因為我對這方面的興趣其實不是很大的 其實我對書沒有拿回家 而你說這裏看到的就是 因為你藍戰說的是真的你的 你炮口的方向、你轉逃等等 還有你的陣型很重要 但你很明顯就是那些武士艦隊是不需要理會 因為他軍地上其實應該是近代的設定 因為老實說如果大家去 因為我有些舊的書我放在倉上 我查不到一職時間 那其實你說舉例 你在藍梁也好或者二戰或者這套作品也好 最強的幾個藍 最喜歡說的大王武藏 他主砲厲害 但是他的魚雷發射我記得好像只有四個 但是問題就是你會看到他們現在這些普通 都是巡洋艦級的東西 魚雷發射口也會有很多個 所以他用的應該是現代軍備的 但是你以炮口的口徑來看 其實是比較難看的 算了 他的艦艦可以突然拆開 變成一支主砲出來 現在你已經催不上了 我先說一下 因為你過去口徑那方面 大王武藏那些 他叫做很大 他就是300mm 你說二戰最強的就是 德軍有一架六軍 有六格奇奇怪怪的炭 就是有600mm口徑 就是一個兩尺長的炮彈 那些不知道有什麼用的 其實但其實你看到 他裡面提到的那些艦艦 他那些口徑其實都是大概 大概是800mm的口徑 那就符合現代 或者是跟當時的落差 不會真的差太遠 但是反過來又要考慮一下 就是 日本歷來打海戰 他的艦艦的口徑 其實都是偏小的 對比其他國家 是後期去到二戰 他所謂有那個 航母和巨艦大炮主義 中間那種爭議 所以才做了大王武藏 這兩隻怪獸級的東西出來 其實一向他那些 藍艦的排水量 或者口徑 其實都是比其他國家小的 而另外有 另外比較特別就是 他作為主角群的那兩格 就是這個401 和高雄 其實都會是歷史 高雄是未加入的 未真正 是的 應該會的 也很明顯的 預定加入那種 其實這兩格都會是 在二戰那時候 同類型的 日本方面 是最大的一些藍 主力藍類 因為始終 其實藍很明顯 都是計算 敦級去到計算 他們是最大敦級的 同一個類型 所以用了他的主角武 程度 都可以說他們已經是 最強的配備 你這樣說 其實應該這樣說 尤其是現在 其實你可能未看到很多這些 因為本身就是 你很難想像 潛水艇和這個 戰爛級去對決 其實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事 潛水艇一定會輸 是的 因為特別是 巡洋艦 最基本的就是反潛 是的 他是黑死你 你兩格巡洋艦 打一格潛水艇 怎麼打 沒得打 沒辦法 別人迷以伙計 因為你過往一二戰 潛水艇的策略 都是圍剿的 或者是陰理 圍剿和特集 是的 他是沒有可能這樣 我和你 是沒有證供法存在的 是沒有 所以整件事是很迷的 我們也看到 他一開始 頭那幾集 最主要講回 如何得到401 其實那個方法 也是一些 附陰 對 爸爸經常失蹤 失蹤後 就留下了一部高達的東西 故意待 然後 其實去到之後 你說第二 第三集 尤其是 做得最不好的地方 好像民氣所說 就是對那位 日本那位軍官 那個大叔 那個大叔 你說軍官 還是議員 那個大叔 那個 議員 白頭樓 那個人 我覺得 你是不是這麼傻 你說大叔 他的對白 令我覺得 你又不是不知道 隻男什麼來頭 你又叫他交隻男給你 但你又知道 隻男你控制不到 然後你又說 現在我控制 但隻男是不會聽你知的 你的邏汁思維 是不是有少少問題 那沒事的 你都可以叫 加一輛車給我 不用給車士 沒有分別的 而401也不是第一次 就是 你在格納庫裏面 他隨時可以在格納庫裏面 來一個大破壞 然後他自己 施然走了 還可以倒閉回來 是的 那你憑什麼 你覺得 你是用一個強硬的手段 令群像他們 去屈服 而不是你不是用一個 懷由政策 或者是 將他說 要他 歸納成為同伴 的方式 沒事的 他當作是初號機 你猜是個個真摯嗎 大哥 我都不知道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一節 是 我不知道原作這一節是怎樣表現 但很明顯看到這一節 其實 我會覺得是 我現在看了四集裡面 最無謂的那一節 一點點 因為他要做一些 強硬派的人出來 否則搞到他的主角 會完全沒有王冠 有他的原理 反正我覺得你說 軍官那邊 經常派任務 給群像 那些人 某程度上 其實是 牽制著他們 一定的行動範圍 其實是會 反而我覺得 我看那邊 我更想深入目 看你那些人 高潭腹量之後 然後 然後就 把肘當光 地球的未來 就交給你 我真的覺得 你回家睡覺吧 眾所周知 這件事就是 在城牆的事 一直都是在動畫 城牆不老是一個最沒用的設定 在動畫裡說 不過以現代軍事來說 城牆也是一件沒什麼意義的事 城牆是沒用的 在現代軍事來說 只是有防衛線 這件事 不會再有所謂的城牆 古代有城牆 除非你有力場 那你又沒有力場 不過他有一件事 我覺得OK的 就是他那些 要補給的軍備 因為他有提到 我那些侵蝕 原來沒有了 反而你說 我挺喜歡 是《大爾西雜》和《津明》 那兩格城牆 其實是 有得猜的 其實真的有得猜 他怎樣用戰術 因為正常的軍備都知道 就是你用防護罩 是不可能使用主炮的 那兩樣東西 是不能同時傳輸的 這個基本戰術 我這件事是想得到的 還有你說他放這個 超燥力炮 埋伏如雷 那幾個部分 對他來說 就是當用完的東西 就這件事不會再存在 這個是一個地址 是一個有利 他就不會再當成 他是一個目標 當他解除了這個威脅之後 所以這裏其實是猜得到的 這個戰術上來說 是 不過你說當然 他用主炮這樣浮起了你 其實這個你猜不到 我猜到就是說 你最會使用力場的方式中和 然後用機會去直擊 這個在戰略上 我覺得是猜到的 我覺得看這裏會OK的 其實他現在可以做的 其實挺有限的 因為始終你一格潛水 因為一格潛水 做得了些什麼 至少你說比起 之前按成二 是一套彈宴論破 那些來講的話 這套東西 我情願 兩套我們都沒有看過原作 但我預期你硬塞一些 塞到不知道怎樣 文氣又說不到 戰略那方面 你又說不到的話 我情願你不如你 你一集中說主角群 其實主角群 其實他也不是說了很多 他主角群沒有什麼說過 至少 男上面的所有人 過去都沒有說過 只是知道他們是同學 而且還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會上了選 你看 第一集好水 我貝地講 還有他原作 其實也有同類型的東西 就是說 他那個超重力炮 是從日向搶回來的 這裡就 但是日向是 原作又沒有說 什麼時候打 怎麼打 總之就是打敗了槍 那些東西 總之就是 令到這隻潛水艇 一開始就有超重力炮 超重力炮 超重力炮 很奇怪 就是你個案潛水艇 一向都是可以 一兩支炮 浮在上面的人 都可以掃機關槍 那些沒有 還有海對空地雷 魚雷 海對空 那些沒有 空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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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潛水艇最主要是偵測 和特襲 用 你不會拿來打 那他這裡 沒辦法 人家要承認 這些 沒有辦法 但是 我 比起你上網 我看到一些評價 很多人都覺得 跟原作不同 當然我們沒有看過原作 我沒有比較 但是 至少 剛才一開始 我們說的 就是 他掌握到節奏 如果他文氣方面 其實他 我想不要太集中說 其實他現在 我覺得 他應該只有12集 好像說 應該是吧 他集中說 就是 所謂這些 武之艦隊那邊的 心智祖母 他為什麼收口供也好 什麼都好 我覺得 你集中這樣說就算了 說多些淺水的東西 我覺得 可能簡簡單單的話 至少 不會出什麼大問題 我也覺得OK 算是 挺好看的 經費少就 預料了 不過 你看看一些 艦隊 射飛彈 這樣 可以的 其實他的 3D模組 用得OK 因為 你見到3D模組 最尷尬的地方 就是 眼或表情 他本身的表情一定是少的 他做出來是少的 他做出來是少的 他那些人物的眼 要不就 套著頭 要不就戴了眼罩 要不就戴了眼罩 要不就是 是藍來的 沒有什麼反應 他有一個 用3D模組 沒那麼大 的地方 就是 他們始終 在光源的情況 沒有那麼複雜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 所以 因為 3D模組 最麻煩的一件事 就是 你還有一光圓 陰影 因為其實是沒有 shadow 也不會在 類型 或者在質感上 去下這些功夫 因為 你腳下的影 可以做到 但是 面上的陰影 所以其實你看到 你為什麼會覺得不大 就是 你看到第四集 或者 對高雄那一陣子 因為他們本身前面 有很多電子面板 發光 你不會令到 你做shadow的陰影 你會覺得很大 但是他會沒有shadow 因為你被光照著了 所以 會 當然你看 ED 他這樣轉一下 轉一下 那個位置 其實已經爆光了 不過他已經是 故意 我已經不拿陰影了 但是 算就得好了 我覺得已經是 他避了那些問題 起碼好過 其實今季我記得也有很多 起碼兩三套 都是有用3D組帽 越來越普通的 現在 始終是省成本 對 但是 尤其是 VD組帽 最危險的 其實就是 做一些戰鬥 或者是 你日常向經常行 路 那一刻 聽鏡頭的東西 那你做東京婚鴨 那些機 那些機器行的話 我覺得沒有問題 東京婚鴨 就沒有問題 那些就是 你當女神二汶紋的 Pesola 那類型的東西 是啊 這個 我們今集說的 其實另外 這個 就是外道的東西 但是 你說 用人方面 其實是真的有問題的 我現在 還有很大的 concern 他會好過 我們很久之前 說的 Production IG 那一邊 做2009 那些電影 那些 因為始終 那邊 或者是用一些 人為主的動畫 來講 你覺得尷尬 一定有的 或者是要表情 始終這邊 你的主翼是藍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要用 所謂的3D組帽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運鏡 以及 分鏡 那裏 你要 真的要找位 去補回近鏡 那裏 你要畫 原畫出來 去補回 因為不是很多時候 其實他做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當什麼 其實 Love Line是一個例子 他有一些片裏 當然我不是說他做得很好 但是 因為要補回女兒的近鏡 他也要補很多 不是的 效果不理想 所以其實 是要留意這件事 反而我覺得 當然你說 倉男這套 其實他不太需要 因為他有很多位 可以讓他 走盞 對 不需要倒閉 對 這套 去到這裏 其實這套 這套 這套 其實這套 我們應該都 一定會看下去 而且 未看的 有部分主持 都說 有些興趣想看回 不錯 挺好看的 而且 我想 又剛剛吃回 藍良熱 所以 不知道 有些人 可能不喜歡 他們那個 始終 人詞不同 你是很難說的 你沒有理由 說他玩 亂機無雙 你跟他說 玩三極機 兩個人才不一樣 未必一定 敗 他有喜好 這套 我們到這裏 下一節繼續 以上 以上